关注社区动态 欢迎收看大日佛三分钟 本晚好 我是凯如 马坡新家望和风花园迎来七只大小犀鸟造访 可爱的犀鸟在花园住宅区互相追逐嬉戏 这个罕见的场景让居民都很惊喜 纷纷拍照录影 把这个难得的画面保留下来 居民闻都认为 犀鸟出现是幸运和好兆头的象征 大家都期盼犀鸟群还能再次出现 犀鸟群是在星期日早上八点左右飞入住宅区 一时在树上飞舞 一时停在电线杆上嬉戏 一度飞入一间住家二楼的阳台 桌阳台上的盆栽 还突击在阳台住窝浮卵的鸽子 很是悠闲自在 居民说七只犀鸟中有五只体积比较小 另外两只体积比较大的 可能是犀鸟爸爸和犀鸟妈妈 他们带着小犀鸟飞行 也许是要教导小犀鸟觅食 马来西亚自然协会的副会长周国秋受访时透露 以上的犀鸟属于灌斑犀鸟 也被称为黑白大头鸟 是犀鸟品种中体积最小 也是最常见的一种 他说我国有十个品种的犀鸟 大部分都生活在深山 只有灌斑犀鸟比较亲近人类 会飞到住宅区觅食 他提醒人们看到任何品种的犀鸟都不要捕抓 因为犀鸟的数量受环境开发和走私活动影响 已经越来越少了 接下来换一个焦点 南北大道巴尔王永平方向 今日清晨发生一起涉及四辆交通工具的严重车祸 车祸导致两人丧命两人受伤 这起车祸发生在南北大道南下方向的134.7公里处 四辆交通工具分别是一辆载着包装饮料的货柜罗里 一辆载铁的托格罗里 一辆载木板的托格罗里 以及一辆宝藤轿车 据了解车祸发生时事发路段正下着雨 但雨势不大 柔州销整员接货投报赶到现场后 协助移出被夹在货柜罗里和轿车的两位人士 但移出后证实两人已经死亡 他们是45岁的印翼货柜罗里司机古纳兰 以及55岁的乌翼宝藤轿轿车司机士纳威 两名商者则是货柜罗里副手 20岁的印度国籍男子阿娜杜莱 以及29岁的乌翼罗里司机詹莉哈欣 另外还有两位人士安然无恙 目前车祸的起因还有待警方调查 最后一起关注这则新闻 一名驾驶新加坡注册轿车的司机 在我国一名车主的掩护下 双方互换邮枪 让这名新加坡司机非法添购RON95汽油 这一幕被后方的司机发现录了下来 并放到社交媒体 根据新加坡报章新明日报报道 一段网传的视频显示 一名驾着我国注册轿车的华裔司机 把车停在其中一个邮泵的左边 而驾着新加坡注册车车的印翼司机 就把车停在邮泵的另一边 两名司机偷偷交换邮枪 华裔司机拿着RON97的邮枪 印翼司机则拿着RON95的邮枪添油 两人发现被拍后 立刻把邮枪交换回来 而且还不时看向后方 拍摄者声称 这起事件是发生在 柔佛伊斯干达公主城的一家邮站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社区动态 请继续留意新周日报新周网 请继续留意新周日报